中国香港主办方正式表态 梅西却仍然一言不发 团队至今保持沉默 不得不说亿万球迷将再次喊心 就在此前 梅西是经过了中国香港行之后的风波 到了日本直接上场比赛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 而现在呢 在Miami国际队六场之前才结束 梅西已经带队返回美国之后 最新的情况是正式传来 今日主办方公开官宣将会进行一个退款 他们亲自承诺会为本次中国香港执行 通过正规手段去买了 Miami国际队比赛门票的这些球迷们 办了一个退款的手续 退款50% 应当说这次主办方在努力的展现他们的诚意 虽然没有全额兑款 但是起码钱也退了一部分 可是与此同时 当Miami国际队返美之后 梅西和他的团队最终对于这件事的回应是沉默 那么这就已经无可挽回了 本身此前传来的消息是 阿根廷国家队在三月份还有两场中国型的一个比赛 当时那两场比赛 对手也都是非常强大的球队 尼利亚 科特迪瓦 可是现在阿根廷中国型已经基本上确定取消 梅西和他的国家队队友们首先将会受到一个影响 这就是对于梅西的严惩导致他影响到了他的队伍 这两场比赛已经被曝光 没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主办方亲自出面表态 可以说是对于梅西方面的又一季重锤 主办方亲自出面 表示说梅西苏亚雷斯这些球员在中国香港不打 到了日本上场 宛如是给我们一季耳光一样 但是他们还是要被买了门票的球迷办理退款 要退50% 虽然你说可能并没有全额退款 但是50%起码已经证明了 主办方这次对于这个事件也是没有想到 可是你这个退款退50%的情况一出来 尴尬的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梅西和他的团队 现在主办方也亲自出面表态了 沉默了几天之后给出了回应 那么就剩下你梅西这个团队了 你们要如何回应这次的事件呢 人家可是已经把钱给你退了呀 梅西你要不要出来到一个线 认一个错 说自己的这次行为不对呢 可是非常遗憾 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出表态 事情结束这么久 他也没有出来到线 那么我们等待的这个到线和声明 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而主办方这个态度 无疑也是给了梅西和他的团队 又一起重锤 因为有句话叫有对比 才有差距 有对比才显得很明确 你对比一下现在双方的这个情况 你就会发现 最终谁做的不好 谁是应该感觉到一些内疚的 对比较多人是有色彩的 我想请用阅课 我再用那种学校